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泰國人當然也怕鬼 鬼樂特輯之學學一分鐘出鬼故事 連續四週間是第一則 趕快叫女朋友陪你聽 這是一個發生在醫院的故事 有一位醫生他指完了大夜班 他從七樓要到一樓 因為他要回家 他搭進電梯之後呢 那是一個七月半的夜晚 連醫院裡面的病患都覺得說 晚上還是不要在外面逗留好了 所以醫院的走廊都沒有人 醫生自己覺得說看了這個長廊 他覺得毛毛的 還在搭電梯下去好了這樣 電梯開了他進去 沒有人還一個人而已 七樓還一樓 六樓 五樓 五樓開了 他看了一下很暗的走廊 沒有人 突然跑過來 等一下 是職業班的護士 醫生你也要下班了 對啊 我要下班了 他們兩個就一起搭電梯 一起往一樓去 後來到了四樓 四樓也開門了 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從長廊的對面這樣衝過來 哦 是病患 衝過來 然後醫生就看了一下那個病患之後 趕快按關門 按關門 他很緊張趕快按關門 然後門就關起來之後 就聽到砰的聲音 門關了 電梯開始往下走 這個時候護士就看著醫生就說 醫生醫生你為什麼要把門關起來 為什麼不讓他打 醫生就看著護士跟他說 可不可以你還是集團的護士 有沒有看到那個病患手上戴著屍環嗎 那個是只有送進太平間才會戴著手 你就濕了 護士就緩緩的 轉動的看著醫生跟他說 醫生 是這一條 好恐怖 我人嚇人喔 我嚇死人喔 恐怖 我嚇死人